好 关注中国的下半年经济 由于坚持要清零 而且全球通膨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的经济复苏非常艰难 近期公布的几个数据都显露出复苏困难 上半年中国社会的消费品零售额 同比下降了0.7% 内需持续疲软 而规模是以上 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 年增3.4% 这是很勉强的数字 保住了正增长 下半年巨大的复苏压力 目前还看不到曙光 中国是瞄准了新能源车市 推新能源车下乡 希望刺激内需 疫情现在减缓之后 港口的运输开始卡关 扩大布局航空的物流 我身后的金沙江户33号 是克里斯汀上海的旗舰店和总部所在 不过目前该处处于停止营业和办公的状态 透过大门玻璃窗往店里头看 一片漆黑 架上虽然还摆着几样西式小饼干 但感觉放了许久 上海这家连锁烘焙面包店 克里斯汀从上海封控开始停工 现在都解封超过一个月了 却迟迟没复工 不只会员讨不回预付的金额 员工也爆料 从三月开始公司就拖欠薪资 连店面房东也说好几个月没收到租金 1993年创立的克里斯汀 巅峰时期全上海有543家门市 还曾是上海烘焙业的龙头企业 2021年公司就曾表示 疫情给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如今店面相继关闭 严格的防疫逼迫企业走向倒闭命运 大陆近期公布的几项经济数据 更透露复苏难度大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减0.7% 内需疲软 在工业生产方面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3.4% 但这却是靠着五六月疫情趋缓之际 加速复工下努力挽回的正增长 为了抓紧下半年冲刺 大陆看好几项重点产业发展 其中大力推进新能源车销售 从城市走向乡村 以前大街上普遍开的都是人用车 然后用的都是散任车 新能源车在大街上还是分召见的 大陆乡镇农村多了不少新能源车 在街上跑 车企销售据点纷纷布局 从今年五月以来 大陆三四线城市新增新能源车销售企业 近三千五百家 增速是三年来同期最高 现在我们店每个月的销量 最少有五十多台 新能源汽车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扩大销售市场 大陆上半年新能源车产销分别完成 两百六十六点一万辆 和两百六十万辆 同比均增长一点二倍 表现亮眼 五月一向新能源车 渗透率排名前十 除了第一名是上海外 其余都是三四线城市 除了汽车销售 大陆也重视外贸回稳 六月浦东机场海关进出 进货物达26万吨 较封控时的四月增长110% 加速通关是关键 有过疫情 导致港口货运堵塞经验 大陆物流公司也转向扩大 在航空物流上的投资 大陆目前有超过180架全货机 占全球全货机总量比例约8% 加大航空物流布局减缓疫情一来 港口物流不畅的冲击 在坚持清零和全球通膨压力下 大陆想方设法面对艰难的复苏过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